各位還記得嗎 太陽花那時候一戰而紅 那時候包括了吳征跟林非凡 那個時候他是整個戰神啊 那為什麼戰神十年內 會來到這個地方變成岳不群 各位還記得岳不群嗎 把下面兩顆蛋割掉那個 黃國昌在一場開直播 直接恥笑場外的一個民眾 我們來看看昨天那個狀況 我昨天看到那個狀況 整個心中我真的是充滿了憤恨 發生什麼事呢 這一場戲從頭到尾 各位去想想看喔 黃國昌看到的就是 我欠你嗎 我要怎麼樣嗎 很爆笑對不對 我 我有欠你嗎 可是當他看到傅崑奇的時候 傅崑奇摸摸他的頭 所以我們昨天看到那個 遊行的現場我看到是什麼呢 是花蓮王的雞娃娃 對 連獵犬都不算 連看門狗都不算 就是雞娃娃 可是你看到他昨天那種 在立院當中 完全不知道羞恥的一個樣子 他不知道他今天那些法案 都在侮辱我們所有的民權嘛 他知道啊 欸這個偉君子 我們留言刷的爆炸塊 黃國昌先生 你為我們台灣社會立下了 偉君子的標杆 你超越了馬英九 你成了偉君子的冠軍 從今天開始 偉君子的代名詞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 偉君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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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 黃國昌先生 你為我們台灣社會立下了 偉君子的標杆 你超越了馬英九 你成了偉君子的冠軍 從今天開始 欸這段看得好爽喔 黃國昌 偉君子 黃國昌 偉君子 欸 刷一排黃國昌偉君子 欸這看得真的誇張欸黃國昌 先跟各位說 想不到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從戰神變成偉君子的一個冠軍 但各位 黃國昌沒得怪 黃國昌他這個是舊游自取 欸這一次我覺得要始終如一喔 沒錯 喔從後來我都討厭黃國昌 喔我也討厭他 我從後來都反黃國昌 我先跟各位說 黃國昌 當他第一次 黃國昌 當他第一次戲子避戰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男人真不靠譜 我2014就討厭他 我們先把黃國昌的整個崛起的過程 先來跟各位說一下喔 黃國昌最早在中研院當院士 那個時候台灣有三個 非常出名的康乃爾的人 一個叫李登輝 一個叫蔡英文 一個叫黃國昌 那個時候李登輝認為 黃國昌也是Cornel的學弟也還不錯 長老教會也推薦他 推薦他之後 黃國昌開始出來平步青雲 平步青雲的時候呢 本來是說到底要到民進黨去 還是那時候成為一個小綠 所以時代力量 我們把那時候時代的力量陣容 跟各位說明一下 時光力量包括了黃國昌 包括了徐生明 後面包括了吳佩毅 包括了林亮君 各位還記得嗎 太陽花那時候一戰而紅 那時候包括了吳征跟林非凡 那個時候他是整個戰神啊 那為什麼戰神 十年內會來到這個地方 變成岳不群 各位還記得岳不群嗎 把下面兩顆蛋割掉那個 後來為了練那個什麼什麼 紫霞神功 沒有錯 紫霞神功 為了練神功 葵花寶典 葵花寶典 閹割版 黃國昌在議場開直播 直接恥笑場外的一個民眾 我們來看看昨天那個狀況 我昨天看到那個狀況 我整個心中我真的是充滿了憤恨 發生什麼事呢 這一場戲從頭到尾 各位去想想看喔 黃國昌看到的人就是 我有欠你嗎 我要怎麼樣嗎 很爆笑對不對 我 我有欠你嗎 可是當他看到傅崑奇的時候 傅崑奇摸摸他的頭 所以我們昨天看到那個 遊行的現場 我看到是什麼呢 是花蓮王的雞娃娃 對 我當我看到那個花蓮王的雞娃娃 那個解釋的真的 對 連獵犬都不算 連看門狗都不算 就是雞娃娃 可是你看到他昨天那種 在立院當中 完全不知道羞恥的一個樣子 他不知道他今天那些法案 都在侮辱我們所有的民權 他知道啊 這個偉君子我們留言 刷得爆炸快的 我們讓我看不清楚 昨天啊 昨天前立委陳學勝才在說 他認為喔 黃國昌出來選新北市長之後 會吹鼓拉朽 我昨天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來看看幾年後 陳學勝在哪裡講的 在我們隔壁友台 你有跟他一起同台嗎 我跟他同台 我就直接跟他 你就拜託他說 求你們推黃國昌 求你們 真的求你們推黃國昌 笑你們不敢推黃國昌 我就看看是三信家盧的 反地作用力比較大 還是黃國昌 他是一代戰神委 陳學勝我求你推黃國昌 笑你們不敢推黃國昌 現在其實在智庫裡面 也沒有太大的一個力量 但我們來看喔 黃國昌笑呵呵 站在韓國瑜跟復崩祺的一個 旁邊西位來做直播 所以我們就說喔 黃國昌其實他在抗議的過程當中 過去十多年來一向如此 為什麼呢 真正衝撞的場合 他不會去的啦 他就是陳良派 他要帥的啦 沒有 他就是陳良派 他就在那邊帥帥的 然後呢 重點是在於呢 他昨天沿路 先不要看喔 一路直播在同溫層當中 他的斗內現在是全國冠軍 他是全國冠軍 可是你要這些小錢 你家真的缺這些錢嗎 也沒有啊 有有 他有缺 他真的有缺嗎 他真的有缺嗎 好 重點是呢 一邊直播的時候 最噁心的是什麼囉 當整個藍營的立委說 舉手囉 他手乖乖的就舉起來 對 上面 各位你去想 你一邊在直播 上面髮條在一邊做宣言 他有在聽嗎 完全沒在聽嘛 完全沒在聽嘛 沒有錯啦 然後後面黃國昌他說 他說他去拿太陽花 批立委唱島嶼天光 東思笑評 他快要吐了 其實我昨天看到那個場面 其實那個所有的太陽花都已經 舉舉舉到他前面去了 他也不理人家 這完全就是他個性 可是各位不要看這個個性喔 黃國昌最近跑到反 不是黃國昌憑什麼 批民進黨立委唱島嶼天光 是東思笑評 對啊 當時太陽花 我坦白講 你黃國昌有那麼多的光環 就是民進黨的黨公子 只是他後面給你撐的嘛 沒有錯 你進入到立法院的時候 誰幫你擋警察 誰幫你要求要開冷氣要開燈 沒錯 誰幫你申請入球 完全不是改燈啊 對啊 欸 太陽花 你說黃國昌在裡面有角色 沒錯 民進黨在裡面也有角色 哪有什麼東思笑評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 過去在 我在講島嶼天光 楊大正做的嘛 對不對 再次呼籲 十年了該做新歌了好不好 不要吃十年前的老本 沒有沒有 我要談論到幾個重點 是在 我就問楊大正 你現在還支持 民進黨還支持黃國昌 當然不 當然是討厭黃國昌 沒有 簡單的說 黃國昌現在 沒什麼人要把他撐的聲音 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剛好開頭跟各位說嘛 過去那些老時代力量的人 包括了誰呢 包括了吳佩毅 包括了林浪君 現在出來大罵特罵 吳佩毅就特別不滿黃國昌說 背叛民主 背叛學域 並把手中的太陽蛙槽 整個黃國昌丟去 不少的立委也跟著丟 那為什麼呢 各位 簡單的罵想起嘛 對啊 生氣到後面昨天連整個 目前的台北市 民進黨籍的台北市議員 過去是時代力量的林浪君 晚上還出來補刀 對 很不錯 他後面就出來補刀 就說黃國昌這個人不中不義 對啊 各位去想一個人 可以得罪這麼多人 那幾個人 萬一人 近人萬一幾人 看看剛剛那個畫面 錯人在那邊 偽君子偽君子 他在那邊笑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他在直播嘛 對 好 黃世堅剛才 中招 超越了馬英九 整個偽君子的標概 這不容易 這真的不容易 因為馬英九 是整個國際認證的 叫馬邦博 這是國際認證的 好 王世堅就說了 眼下立院正在審查改革法案 對於調閱時間 原本是不限的以內的 講講講講 半天我問各位啦 這把戲 這把火 現在誰點的 就傅君子跟黃國昌點 沿路都點啊 那點到現在 有收尾嗎 沒有 好 現在重點來了 昨天PTT開始大戰了 柯文哲跟黃國昌 你比較討厭誰 兩個大家都討厭 兩個都白眼狼 講實在話 兩個都白眼狼 兩個大家都討厭 然後呢 黃國昌 沒有 我覺得柯文哲的醜問者 現在一定沒有黃國昌高 黃國昌比較高 柯文哲在怎麼樣 去年選舉 大家歷歷在目 柯文哲就是因為 不想當小籃 對 所以才搞得藍白最後分裂 對 如果柯文哲有黃國昌的 一半腦腫 去年這種壓力 他就當侯友宜的副手了 對 你想像一下 假設去年民眾黨是提黃國昌 還當總統候選人的話 保證兩句話就 卡巴狗跑去舔侯友宜了嘛 沒有錯 所以柯文哲在怎麼樣 他是把白鷹的積水骨挺住 這個是因為補解會的關係 他差點就要簽下去了對不對 他差點要簽嘛 他板口共盤了兩隻 因為補解會的關係 大家在這邊還是挺下去了嘛對不對 可是黃國昌是直接舔到不行耶 簡單的說了 我們這段來做結尾 有沒有後面還有新的行程要走 最簡單就是現在黃國昌 整個仇問值最高 但是柯文哲現在 冰冰涼狼五岸纏身 但黃國昌這場爛戲 最麻煩的一個地方是 現在在地院當中 比人數比不夠 所以我們台灣的民意 被踐踏在地上 當整個洪聲看說 8000人在外面的時候 居然國民黨會反動員 你把人找來啊清點人數啊善效 善效之後各位就是3萬